人迟早要死去,那活着有什么意义? 人活着为了什么? 你知道答案吗? 我要赚钱,然后潇洒人生 我要读书,富有诗书气自华 做一个智慧的人,可以名垂千古 我要尝尽人间美食,不浪费人生来世上走一遭 我热爱大自然,每天都在享受 阳光、空气、溪流、蟲鸣鸟叫 当然,答案还有很多很多 你想知道答案吗? 那我直接告诉你,人活着,没有意义 或者说,人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 你会惊讶这样的答案吧 但这就是事实 活着就是意义,那么多人活得好苦 难道一辈子就是为了吃苦而来吗?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人活着就好了 别管有没有意义 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到头来,什么都不属于你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空空两手来 空空两手去 仅此而已 不管你这辈子做了什么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管你得到了什么 后来都不属于你 那些难过的 开心的 痛苦的 委屈的 成功的 失败的 卧挫的 辉煌的 都会过去的 由不得你 没有人可以住在世界 也不能阻止时间的流动 那些有意义的人 是留给后人一点什么东西 而不是对自己有意义 当你接受了人生没有意义 你就一定觉得人生轻松了许多 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是没有意义的 当你接受了人生没有意义 那么就好好活着 开开心心活着 活成自己真实的模样 活着独一无二的自己 人这一辈子 最难过的是 把毫无意义的事情 当成意义重大的事情来做 还一辈子都放不下 例如说 过去的爱情 纠缠在心 苦恼了一辈子 但后来 不过是老天爷开了一个无奈的玩笑 让你深信不疑 再例如说 小时候你想当科学家 老师还因此表扬了你 事实上 你长大了 只是一个医生 不管你多么努力 都和科学家无缘 感觉老师欺骗了你 人这一辈子 最幸福的是 把有意义的事情 当成毫无意义的事情来做 还一辈子乐此不疲 例如说 现在的婚姻 吵吵闹闹 早就觉得无所谓了 还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等你老了 才发现 原来有一个老伴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日不多了 但脸上泛起了笑容 一个年轻的姑娘 婚姻失败了好几次 但保持跳舞的爱好 身轻如燕 一个高中学生 考杂了 没有走进理想的大学 只是读了一所之校 但在学校遇见了心仪爱人 幸福不比任何人少 人生一辈子 几十年 别苦苦追求 有什么意义 摆正心态 开心活着 就是最大的意义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在非洲大草原 有一头狮子 天天练习奔跑 为了追赶猎物 填饱肚子 有一头羚羊 天天练习奔跑 为了躲避追捕 保护生命 有一天 羚羊遇到了狮子 一个拼命追 一个拼命跑 最后 羚羊成功逃脱 狮子样样而归 如此强大的动物 居然没有跑过 一头羚羊 其实 道理很简单 当你的生命 受到迫害的时候 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 羚羊的奔跑 就是为了让自己活着 因为活着 才有意义 其实 一个人只要活着 想要的都可能拥有 失去了生命 就什么都没有了 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把握时间 活得开心一点 洒脱一点 从容一点 也许你奔跑了很多年 还是一无所获 甚至一直苦不堪言 但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活着就是希望 你奔跑了 你奔跑了 即便没有跑过别人 但尽力了 也就问心无愧 人生路上 别对自己太苛刻了 总要看到自己的努力 一个人真正的成功 不是取得了教人的成绩 而是超越了自我 当你接受了活着就是意义 才可以毫不犹豫的奔跑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可以轻装上阵 哪怕一辈子是一个普通人 依旧过得阳光灿烂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成功的定义也不一样 别以为谁的幸福就比谁的多 摆正了心态 都一样 一半是幸福 一半是苦难 关键看你盯着那一边看 要知道 蝼蚁善且偷生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 一辈子 除了生死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 以后的日子 别管有什么意义 好好活下去 怎么开心 怎么活 要面对人生 逃避不一定躲得过 面对不一定最难受 孤单不一定不快乐 得到不一定会长久 失去不一定不再有 转身不一定最软弱 别急着说别无选择 别以为世界只有对与错 很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止一个 所以我们有路可以走 你能找个理由难过 也可以找个理由快乐 懂得放松的人找到轻松 懂得遗忘的人找到自由 懂得关怀的人找到朋友 天冷不是冷心寒才是寒 心中有爱才不会孤独 生是一次偶然 死是一次必然 活着的过程 这就是人生 不要求自己走出的每一步 都是对的 只要求自己走出的每一步 都是无悔的人生足矣 在活着的时候 要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 感谢观看